安妞你好我是小花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影片是关于服饰应用最新上线的 闪耀精华到底要怎么玩呢 如果你还没有帮我订阅频道的话 快帮我订阅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 好了在大家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应该我们的闪耀精华的第一季就要正式上线了 以上看到是陆服的部分陆服来到了第四季 闪耀精华这个玩法基本上算是每个月都会有一次 里面可以拿到很多不同的道具包括还有漂亮的时装 它一样是有画战区的部分 我们之前打天子造的时候画这四个区 那陆服一般画是六个区 那不知道我们这个闪耀精华是不是一样还是四个区 会还画到六个区呢 这就不得而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闪耀精华的邀请函 其实蛮闪亮的 我们来打开它 好这是第四季的闪耀精华的这个奖励 真的很漂亮好想要 好大家看到这右边的痰痰兔啊 新梦瓶什么之类的 这一些都是闪耀精华当中每一季都会有的东西 只是每一季它的奖励是不太一样的 参加这个活动可以永久拿到我们相应的时装啊 道具之类的 好它一开始会有个娱乐活动 它娱乐活动呢 它就会告诉你说我们第几届的闪耀精华会要开始了 它完成的时间是几号到几号 它完整的时间呢是16天 就是两个多星期这样子 要有一个娱乐的时间 就要告诉你说要出这个活动 现在是来到海选的时间 因为它7月5号娱乐嘛 然后7月8号海选 那今天刚好是海选的最后一天呢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海选的部分到底怎么玩 我们先来讲一下细节再去看看海选怎么玩啊 好那海选部分就是你要去参加比赛 然后每天都要去啊 every day都要去 每天 去了之后呢就会上排名 我们参加的活动里面包含了一些身份的活动 还包括就是服装的搭配啊 还有煮饭啊 就是跟身份相关 就平常这些外貌的部分了 这个等一下我们在海选赛中 我就给大家来看一下了 那关于成团的部分呢 就这个排名的前120名 可以进入成团的阶段 这边你都还是个人哦 这边你都还是个人 记住这边是个人 你必须要去参加 如果不去参加 外星没有就后面的下面的成团的部分 好了开始成团赛的时候呢 我们就从海选当中 有晋级的120个人当中 120个人选6个人嘛 也就是说有20组 6个人来组成一个团 来你看组成个团啊 看我们的外观啊身份 就是这个玩法就跟外观跟身份 有息息相关的部分了 然后6个人组成团 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注意一下 我们在搭配组团的时候 就是这些成员的身份的等级 就是你们不要有片刻 谁的什么舞蹈特别高 然后然后有的人是处义什么 就是这个队伍当中 因为我们有四个职业嘛 就是这个是四个职业 都要有很高的人 另外两个人 怎么搭配 就是大家自己再去那个了 但一般都是眷属眷属眷属 这样会比较好 因为大家是一起 相邪相伴一起晚下走的嘛 这样子也正在一起啊 包括眷属的那个画面 看起来也好看不是吗 好到建设半决赛的时候呢 他半决赛的部分呢 就是成短 我们已经有成团嘛 成团晋级之后搭配时装啊 还要看那个身份等级啊 对我们的这个乐团进行建设 他的建设有分那个舞台建设 跟那个我们的这个舞台建设 就是我们的舞台 然后通过就是我们的玩家 玩家就是粉丝 然后你参加那个就是明星 然后我们开始建设 建设有花钱的部分 然后有牌票的部分 也是需要每天 就是everyday 还有包括要投票的部分 记得就可以专门投相同的一个团 不用说只能投很多的团 像是大英明地投票的话 他就是五个你要投不同的 可是这个 建设的半决赛跟舞台 办理说来投票啊 不管是自己的 还是粉丝们 就是其他的玩家 在投的时候 都可以专门只投你 这边建议就是在舞台决赛 跟建设半决赛 还要支持决赛的时候 就所有这些决赛当中进行投票 因为拿到这个 他有一个有一个条 这个那时候我那时候 没拍给忘了 他有一个条 就是建设的条跟舞台的条 只要满了 就是比如说你投这个舞团 他只要满了 他会拉满那个 那下面的那个进度条 也会有额外的奖励 所以你在投票的时候 除了投给自己的团队以外 还要考虑说 你要不要分票出去 然后去投给 就是我们会拿到额外奖励的 可能你的六个人的组团 你没有办法拿到这个奖励 但是你又去 专门投了自己 那额外奖励就没有拿到 所以这个要好好进行 分配跟思考 在投票的时候呢 你就会拿到像这种 新梦品的东西 就是还有就是玩法 就是获取这零零碎碎的资源 其实还蛮多 就是闲运币啊 保育之类你看这些 还拿到这个闪耀的宝盒 我们在参加活动当中都会拿到 当然有获奖就更多了 那舞台决赛 那最后的就是有通过这个舞台决赛 它其实时间特别短 就是上去表演而已 然后只是没有进阶玩家进呢 就是我们没有进到这个半决赛的部分 半决赛就剩四个 四个团嘛 原始本是二十个团嘛 或者是四个团 再后来决赛 进到半决赛 从这边选 这边选完 然后算四个团 进到决赛 这是一个过程 然后奖励大家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这一季的 第四季的奖励嘛 有一个总决赛的排名 有个现实的像称号啊 再来看一下这个称号 就很闪 还有这个 这是现实的 因为它就是 它是以月为单位的嘛 一个月一个月一个月的 还有很多的咸鱼币 还包括粉丝 就是你打头 你有去打头 这个东西 它会有相应的奖励 所以就不是 不是说整天 你没有就是 你只是参加 你没有奖励 它都有的 然后建设半决赛 也会拿到这个 粉丝心愿币 这是通过建设 然后这也会拿到 相应的心愿币 然后去参加活动啊 每次都会清空的 所以呢就是 不管从海选 一直到上面 你看这些奖励 都是特别的多 所以不管你是不是 就是要参赛的玩家 有没有那么多 时装玩家 都是建议大家 一定要去玩的 那在兑换当中来 可以拿兑换商店 在咸鱼币野商店当中了 如果你有拿到 相应的排名 这已经是四季 所以特别多 第一届的奖励 是这一套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 就是我们拿到 这个心愿品 就是心梦品的部分来开 然后进入前四名的 才能开 要限制的部分 然后这有特效 要闪耀 总绝赛的第一名 才可以拿到 特效超大 超好看 我们其实在 现在外观都看到嘛 还有这个痰痰兔 大家看到咸鱼币 3888 就觉得好难好难 不用觉得好难 有这个活动 咸鱼币来得特别快啊 所以大家也可以换 这个这时程 这有分啊 什么粉丝榜 多少多少啊 走花路吧 还有这个衣服 看到吗 这是最新的 这是最新的 这是这一集的 就是你有获得相应的 这个奖励之后呢 有这个券啊 来换啊 才可以换到这个东西啊 好了 下面大家去看一下 海选的部分吧 因为后续的部分 等到我们正式参加 才可以看到 我们来去看一下 海选的部分 到底怎么样 海选的部分是四关 每天都是一样 而且很简单 这个不参加 一定会很吃亏吧 然后这个时候 大家就想说 诶 这是哪啊 这是在柳英格 好了 我们来开始挑战 一共有16个关卡嘛 你看每日开放 一定数量的关卡 第四店开放全部 这每个人 每天就只有四次的机会 好 第1个关卡呢 我打开的部分 是它其实搭配啊 这时候你的 那个时装里面 多不多 其实还会影响 这个分数 没看到 这个分数 对 你看我在换衣服 换越高越好 是不是 OK 还是比较简单 然后这边 我就会推荐大家 如果像我看到这个影片的话 就是如果你前面的舞团 还没有去练的话 请去练一下舞团 就是舞跳舞的部分 还来得及 再怎么建设 办学再来什么之类的 因为毕竟舞蹈动作 能加分数是很多的 好了 这过了第1关 第1关我拿到的分数是 8549 这些分数是累积的哦 然后你看 我也拿到的 闪耀礼包和咸语笔 还有一些语量 然后再进行第2关的挑战 第2个挑战你看哦 他会看你选择我们的职业是什么 那因为我们要选择职业的部分嘛 那你就要选择你的 职业是最高的那个 选择是不是不可更改 对 然后就要开始进行弹琴 他考的难度是很低的 所以大家注意 那我们是用电脑的部分 其实电脑按这个东西 略略有点不太好按 我个人喜欢记音 所以我游戏除了特别的需要弹琴跟跳舞的时候 我都没有开声音哦 就是凭感觉 那因为我是 就是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选自我饭 因为自我饭比较快 你不是在弹琴浪费时间吗 来 我弹 弹 弹 你怎么还不结束 我想快结束啊 还没结束 好 结束了 结束了 好了 我这边拿到了相应的分数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的身份等级越高 因为我们琴拿到的那个琴啊 我们都用的煮的饭的锅啊 跳舞的舞坛啊 会影响这个分数 所以那个身份等级其实还蛮重要的 现在真的要特别的 就是 哎 像没有到三 就至少有个职业三十几吧 然后到第三关 还是音符的搭配哦 那其实基本上 一直都在走搭配的路线 就一直在搭配 不停的搭配 不停的搭配 然后走这样的分数 然后做一下搭配的部分 然后跳过 你看就是分数 对我拿到分数啊 5991 也是没有上榜 因为太慢了嘛 你看这是累 你们看到累级的分数 这是累这样的分数哦 然后我们开始进行挑战 所以这个 还选 你缺一天都不可 因为你缺一天的话 你的分数的排名跟奖励 就会少掉哦 所以一定要提醒 帮派的成员 跟想要参加成员 跟你们的 之后有组团的部分 这样可以开始找组团了吧 好OK啊 我们配合分数 好 加上去哦 好 我用7332分 好 OK 你看我到这边是四关嘛 因为我前面都没有挑战 之前是今天只能挑战四关 还想全开 所以你如果来不及挑战的话 可以在最后的时候 去补充一下挑战的部分 这个设计还是蛮好的 我之前参加是因为我太早 只能开四关吗 我错了 不是一天只能开四关 是因为它是四天 第一天只开了四关 然后最后一天就16关全开 所以你还是有机会能进入到 我们的决赛当中的 因为它所有分数是叠加的 我们来看一下排行榜 大家分钟 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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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前120名哦 你看 所以我们到底 我们身上 因为我的时装到底多少 你看我刚才四次 加起来是两万九 那如果再四次的话 才是十二万 你看我还达不到这个标准 这时候是不是要赶快去 收集时装呢 我就不把它全部都 这样往下缩了 就给大家做一下介绍 好啦 以上的部分呢 就是关于闪耀精华的 那个玩法 当然连代替一下 这个长月记名的联动 大家看到都没有 长月记名的联动 也快要上线了 因为它跟闪耀精华是 跟我们的闪耀精华 还有差不多是一起的哦 这一套时装的话 还要选择心愿 就让你先选哪一套 你在抽的时候 就会先显示哪一套 根据洛福那边的攻略来说 这一套大概是一万五的新台币 而且呢 他借抽这个券呢 购买这个券 要买这个券 是花那个淋浴的 不是绑定的淋浴哦 是非绑定的淋浴的 所以大家在雷处活动 如果还有厨子的话 淋浴不要愣花 因为你要抽哦 要抽它 它的时间时长 实在入服的时长是 你看7月2号9月15号 大概两个月的时间 台服就不知道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奖励的部分 然后在顺带延伸下 大家还没有看到的 一个内容是 我觉得你会感兴趣的是 一个座棋的部分 这个座棋的部分 这个活动感挺长 叫密幽名 就是还 这个还蛮佛系的 这是一个 很夸张的 皇冠的座棋 我觉得喜欢黄红 我喜欢大王座这个哦 它是可以用绑定的 领域的 那如果是花钱的话呢 是五千块新台并 所以大家下一个 好好去存一下这个 我真的还蛮想抽的 我们在商场 我们在外观当中 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在 下次改版的时候 应该能看到 这个座棋相当浮夸 我推荐的是 强威的座棋 因为我们先来看一下 圣殿王座的座棋 那然后我们来坐上去 它的动作就很单纯 就是你看 就是很天使哦 这样子 就是也 也没有 就特别 就是你看这个 它的动作 就是没有特别特别的 就是这样 我还是喜欢 就是它这个 很单纯 我喜欢这个 暗黑系的 你看 有没有很浮夸 对 这个部分能大家后期来考虑 好 那这个部分就是关于 精神药精华的 给大家做一下 就是开始前的 推荐的部分 不知道你有没有 看懂这个玩法呢 我是小花 今天的影片就是这样 希望对你有帮助 如果你觉得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可以帮我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你也可以在说明当中 找到我的DC链键 加入我的DC 每天晚上跟我们一起 共襄圣局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